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如何经历浮雕图层的装设通道 首先我们打开一张图片 打开一张图片以后 我们在这个图层这里 给它先建一个图层 先建一个图层 然后我们再去滤镜 滤镜然后分隔化 查找边缘 然后再图像 调整 阀值 我们调整阀值 然后把它调深一点 这边看效果 看调到稍微深一点 这个深浅可以自己控制 然后点确定 接下来我们用选择工具 魔术棒 用这个 魔术棒 选取这个黑色 选取黑色 选一下 然后再点这个选择 选取相似 这样就选中了我们所有的黑色 所有黑色以后 然后我们在通道这里 点通道 新建一个装设通道 然后我们选择输入一个白色装用通道 密度选择百分之百 然后点确定 这个就是一个白色的装用通道 然后我们再到图层 把这个图层给删掉 这样就是一个带浮雕效果的一个图片 然后我们在文件 另存为 这边我们要另存为 TIFF格式 然后点确定 我这边点确定 这样就保存下来了 我们一个比较简单的定位方式 就是先在这上面放一张S纸 然后用胶布给它粘上 固定一下 这样不让它好动 这个高度呢 一定是在这个红外线这里 就是这样子是最高的 我们不知道怎么高度 就是按这个 按这个红色的 让它伸到最高 按到它不伸了 然后我们再按这个连击键 这样它进去的话 它是挨着这个红外线的进去 它高度 现在我们打开 刚才调整好的图片 这个TIFF格式的图片 稍小一点 旋转 然后这边白色这里选择TIFFRGB 我们预览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做的通道 白色通道 这边要选择 这边要选择TIFFRGB 然后点这个白色 就可以看得到我们刚才做的这个白色通道都出来了 然后选择彩色这边 把这个木量加大到300 然后选择打印 有时候第一下打开的时候 没有显示300 我们就关掉再打开一下 这边显示300 300的木量 然后这边选择打印 然后再打开 刚才我们打了一张图片出来 这个图片是根据这个保护壳 我们量好的尺寸打出来的 然后打出来以后呢 我们把这里有画一条线 这里有画一条线 放完线以后 我们把这个保护壳放下去 保护壳放下去的时候 我们只要对这个线就可以了 这样子看 这样子看 这个白色 不超过外面这个线 然后这边这个白色 也是在这个线上面 然后这两条线 再给它对齐 这样子我们对线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天台放进去 接下来我们打浮雕效果 打浮雕效果 刚才 在这个白色这里 我们已经把这个白色专区选成了这个TFT格式的这个了 然后我们再彩色这个专区这里 把末量调到300到400都可以 它400都没问题 然后我们选择打印 然后只打印 白色 选择打印 打印 现在我们看一下 在打印的时候 它就只会打印我们刚才做的这个 装色的这一块的图片 这里打的全部是白色的 这一块的图片 这一块的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打印出来的就全部是白色 而且打的很厚 看到没 中间的部分是空的 接下来我们再把平台放进去 接下来我们是打印彩色 打印这边把白色去了 我们只打印彩色 把像素调高一点 像素调的挺低 把这个白色去了 是打印彩色 这边现在就是1440乘1440的 打印彩色的 打印彩色 对 现在就是在打印彩色 在打印彩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我们保护课就打好了 这样子摸起来就是有手感的 就是上面会有一条一条的 这种有浮雕效果 很明显的浮雕效果 很明显的浮雕效果 这种有浮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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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有浮雕效果 这种有浮雕效果 它们的浮雕效果 感谢观看